我们开始第十章的学习 在本个章节里面 我们要学习的是基于斯巴格斯君明 以及弗洛姆卡夫卡 来打造我们通用的一个流出的平台 因为通过前面一些章节的学习 我们已经对于弗洛姆 还有卡夫卡 还有斯巴格斯君明的一些基本的使用 其实我们都已经讲解过了 那么通过这一个章节第十章 我们相当于先把这些基础的框架组件给它创起来 我们来完成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统计 这一个章节其实起到的是层上启下的作用 把前面的一些基础的创起来 然后呢为我们下一个章节的项目实战 打下坚实的基础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目录 第一个我们要整合日志输出到弗洛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前面的弗洛姆测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通过手工输入日志的方式 然后到弗洛姆采集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使用我们Java里面的logo4G logo4G是可以做日志输出的 是不是那么我们如何把logo4G的日志给它使用弗洛姆 给它采集过来呢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环节 第二个环节 我们使用弗洛姆把logo4G的日志收集过来以后 给它输出到卡夫卡 第三个 我们再把卡夫卡和spark streaming框架给它对接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从数据源头产生日志 然后使用弗洛姆采集 然后通过弗洛姆输出到卡夫卡 然后再用spark streaming来对卡夫卡里面的数据进行消费 是不是 最后一个环节就是使用spark streaming 对接接收到数据进行一个处理 其实这个章节 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不要看这个简单 其实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案例 能够让大家把实时处理的整套流程 给你跑起来 让你们能够更好地了解 为我们后面的项目市场打下更好的基础